基础课程 梅花二 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梅花课程第二课 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课程 主要内容就是老干 梅花的老干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双钩的方法 其实啊 古人早就给我们总结出来了 数分四起 就是说我们这个树和枝干之间的关系 好 现在把我的手臂做老干 那我们这个枝干呢 如果是从这个前面长出来的 大家看一下 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在后面的话 它是挡住了一部分 我们看不见 那它从两侧呢 就直接是从这个树干这边长出来的 所以说啊 数分四起呢 也就是说 分为前后左 大家可以理解这个关系了吗 OK 那我们接下来来画一下这个老干啊 用双钩的方法 双钩啊 就是说画出它的外形 然后呢 再去寸擦内部的结构 这里的话 我们画一个这个往前长的这个枝干 大家看好了 它是从前面长出来的 那我们在画下面的时候 也是要往后画一点 不能直接连接着那一根往下画 好 那我们再画一个直接长出来的 大家注意一下它这个区别啊 可以看出来吗 第一个是从树的前面长出来 而第二个是从树的侧边长出来的 我们再来画一根从树的后面长出来的 左侧的 大家看一下 好 点上台点 注意台点不要等到它干透了以后再点啊 这样的话就不能更好的融合在一起 那大家现在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树的前后左右的枝干都有了呢 大家可以理解一下它之间的关系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呢 可以把这个笔啊 给它打散 然后把笔度呢 吸干一些 然后我们需要怎么样呢 去寸擦它这个树中间的这种老干的纹 这里注意树的这个瘦光面和阳面 阴面啊 那我们一边 就是暗面的话 我们寸擦的多一些 阳面的话也可以寸擦 但是寸擦的就少一些 我们用侧风去寸擦 每一次到这个步骤的时候 我就格外心疼我的笔啊 大家可以用旧的笔去画 注意我们这里在这个树八的位置啊 要把它留白出来 我们把老干的根部呢 也寸擦一下 大家要注意啊 在画老干的时候要上细下粗 切记画成一个漏斗的形状 包括你画着画着中间突然粗 然后又细下去 都是不对的啊 我们画画其实也是要符合自然规律 就你画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自己想一下 它这个在自然界当中生长的这个样子 平时也多去观察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 去画一个这个血液的老干 好那我们血液老干呢 要注意我们这里是用两笔来完成 同样注意还是一样的 要下粗上细 慢慢地涨出去 然后我们再用另外一笔 去把它融合在一起 中间露白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稍微用墨色 去把它给融合在一起 就可以了 这里大家注意一个点 就是我们为了让这个老干 看上去更粗粗壮啊 我们可以先用侧峰去顶上去 然后转成中峰来画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画一个啊 大家也拿着笔 跟老师一起感受一下 中间部分一样的是 可以把它给填补起来的 那注意画的时候 第一笔如果你淡的话 第二笔你就可以生一点 或者你生的话就可以淡一点 就是说要画出两笔 画出它的阴阳关系 好那我们点上台电 那另外的话呢 另外的话我们再给它画上出汁 这个出汁的话老师会在下节课 详细的介绍小汁是怎么出的 这节课的话呢 先给大家大概看一下 然后我们下节课再详细的去说 我们这个小汁 已经尽量给大家讲的比较通俗一点了 不懂的私信 我们下节课再见咯